來吧,我沒有做過行銷或業務的工作,只會上網 我能不能學會網路行銷? 可以啊,只要是人都可以 那我要花多久的時間才能夠學得好呢? 其實我到現在還一直在學 因為網路工具的變化實在是太快了 那你要學的東西很多 如果你想學得好,有一些成績的話 你至少要花個一年的時間用心的去打好基礎 那我應該要怎麼樣開始? 然後我要學習哪些基礎呢? 先從製作個人的網站開始吧 做網站會不會很難? 你有沒有用過office的軟體? 比如說像word或powerpoint這類的軟體 有啊,那你會不會覺得它很難呢? 剛開始會,但是用久以後就習慣了 剛開始會,用久就習慣了嘛 很好啊,你說的一點都沒有錯 如果你已經有了這些基礎的話 那剩下的就只是觀念和習慣 還有去練習的問題 每天花4個小時的時間去學習怎麼操作電腦 對你來說會不會很困難? 4個小時還好 我常常上網 如果你願意每天花4個小時 你一天就可以學會怎麼去做一個網站 真的嗎?是真的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web.ly的這個平台 一天就可以學會怎麼樣架一個網站 一天就可以把網站架好嗎? 我不是 我是說一天就可以把網站架設的技術學會 但是網站內容當然是要花時間去撰寫 編排 文案這個包含了圖片、文字 甚至是影片 那這些內容的製作當然是要花一些時間才能夠去完成啊 OK,我了解了 你給了我好大的信心 那為什麼架網站還可以選擇Blogger呢? web.ly和Blogger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Blogger它是Google提供的一個免費的Blogger 那最大好處是免費 空間無限大 然後一個Gmail的帳號呢 它就可以架設100個不同網址的Blogger 等於說100個網站 而且它可以免費套用自己購買的專屬網址 然後它可以套用免費的樣板 讓這個網頁的外觀看起來很像官方網站 還有呢 Blogger它是Google自己的平台 所以在Blogger的架站的話 它很容易被收入到Google的搜尋引擎裡面 那你的網站就很容易被網友搜尋到 但是呢對Yahoo的搜尋引擎來說 它並不會馬上被收入 那為什麼? 那在某個角度來講 這兩大搜尋引擎其實他們是競爭對手 所以你的網頁放在Google的平台 在Yahoo要被收入進去的 的確不太可能這麼快啊 那但是我要先說 它的網站排版方式和Webri來做比較的話 確實是比較困難一點點的 那我會建議初學者 如果你想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網站架設好 建議使用Webri的平台 那一年大概3000塊左右的費用 其實算很便宜了 因為它後台提供非常多的功能 包括你還可以上傳影片啊 上傳編排的方式啊 都是拖拖拉拉的方式非常的快 那免費的blogger會不會有被關站的危險 會不會像Yahoo啊 還是那個無名的blog啊 說關就關 那這樣以前的努力是不是都白費掉了 這是個好問題啊 因為畢竟免費的東西 我們沒有權利要求它 一定要永遠存在嘛 那如果你害怕被關站的話 但是又不想花錢去購買Webri這樣的平台 那我想你最好買一個自己的專屬網址 套用在這個blogger的網站上 這樣就算blogger被關站了 你的網址仍然有效 那當然啦 你的網頁的內容還是要去重新製作啊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至少你的網址是保留了你 那我還聽說 現在全世界的網路行銷大師 都在使用Wordpress的系統在架設網站 那我應該學習這個Wordpress嗎 坦白說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學習自己架設Wordpress的網站 這個技術會比較容易受到挫折 這是真的 因為你必須了解很多架站的原理 包含這個資料庫啊 因為Wordpress它必須有支援這個資料庫啊 還有PHP的程式嘛 當然你不需要懂得這裡面很深的東西 但是你至少要有這個觀念 你才會去安裝 那還有你懂得虛擬主機 你要去購買虛擬主機 什麼叫虛擬主機 然後什麼是DNS 你怎麼去設定這個網址 去做虛擬主機的對應 那這個學習的時間 可能會比Webri多上兩倍 甚至三倍的學習時間 這是沒有辦法的 那不過呢 Wordpress它真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它現在是全世界 幾乎網路行銷大師 必用的一個架站軟體 因為它有太多的 太多的外掛軟體可以使用 包含很多行銷的工具啊 會員管理系統啊等等很多 不過呢 我還是會強烈建議啦 如果你想要做好網路行銷的話 最後你還是要自己架設 Wordpress的網站比較好 那這個理由呢 我剛剛講了一些 不過我現在來歸納一下 第一個啊 它的外掛軟體很多 真的很多 那多多呢 大概有幾萬幾十萬的外掛軟體 譬如說 像我們比較會去使用的 比較複雜的 可能會溝車的系統啊 或者是這個會員的管理系統 甚至聯盟行銷系統 你都可以自己做喔 你可以自己當聯盟行銷商 然後把自己的產品 請別人來幫你賣 然後你再發佣金給別人 這是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而且這個外掛系統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那甚至還有這個論壇系統啊 就討論區 你可以跟你的網友做互動 不見得說 一定要把這些訪客啊 網友啊 會員啊 拉到那個FB的社團去 去互動 因為在FB的FB裡面的社團 畢竟他還是有一些缺點啊 譬如說 你沒有辦法去搜尋 你過去的一些問答的紀錄 這是很困難的 那假設有人留言的話呢 他會跳到最上面去 那他沒有一個順序性 你就很難去找到 之前人家問的問題 還有你回答的問題 沒有這個搜尋的功能 那第二個呢 其實他有個很大好處就是說 他有一個自己專屬的網址 和網站的空間 保證不會被觀戰 那因為這個虛擬主機是你租的嘛 網址是你自己買的嘛 所以這個根本就沒有人可以給你觀戰啊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的外掛軟體啊 有很多行銷工具可以使用 那什麼叫行銷工具咧 譬如說你今天要做一個活動好了 我要做幾點競賽好了 這個齁 在FB也有類似的那個APP可以去使用 但是呢在自己的網站上 其實你也可以去做這種使用 我之前有錄過一段影片啊 就在講 我在2005年的時候 那時候用過一個論壇啊 叫PHP PHP Win 大陸的一個論壇軟體 它就是有一種那個 我只要裡面的會員去介紹 他的朋友進來加入會員的話 他就會一分 一個貢獻值 那我那時候做一個遊戲嘛 就是只要你們介紹100個人來加入這個論壇的會員的話呢 你們就得到100點 這100分那100分的話呢 我就送一個5萬塊 價值5萬塊的軟體給他們 我那時候就很多人來參加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些外掛軟體 這種這個叫行銷工具嘛 譬如說抽獎好了 或者是幾點回饋 或者是購物車滿3000送300 等等之類的這種 這種實體世界的行銷活動 但是他在網路上你要怎麼去應用 你就一定要有網路工具啊對不對 你的網站必須要有這類的工具 你才有辦法把一些實體的這種行銷活動 搬到網路上來執行 那這些功能如果你要請工程師去開發的話 那你從無到有 你必須花很多錢 而且你必須花很多時間去溝通 那但是這些呢 在國外有很多現成的軟體 只要你專心去研究的話 可以找到很多這樣子的軟體 那因為是現成的人家開發好的 是套裝的軟體 所以相對的價格都非常低 有些可能只要 折台幣可能都只要一兩千塊 了不起幾千塊 真的很便宜 那這類的工具呢 他可以輔助你做好很多行銷上面的一些不足啊 所以我會很建議說 這些外掛軟體 你如果沒有用Wordpress的話 你在Blogger或Wordpress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 那當然呢 也不是沒有缺點啦 那因為 因為本來事情就有兩面嘛 你要有彈性要自主權高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維護這個 你自己的網站 這個Wordpress的網站 譬如說什麼呢 譬如說你自己要手動去安裝這些外掛軟體 將來系統升級的時候呢 你包含了這個 Wordpress的這個組程式要升級之外 你還有這個外掛軟體 你也要做升級啊 那這個外掛軟體 如果越裝越多的話呢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 我們齁 在使用這個Windows軟體的時候 Windows平台 比如說Wind 7 Wind XP之前 那我們如果 裝軟體越裝越多 我們會碰到什麼問題 電腦可能越來越慢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可能 軟體跟軟體之間會衝突 可能A軟體可以用 裝了B軟體之後 A軟體變成不能用了 或是某些按鍵 衝到了 快捷鍵也衝突到了 甚至不能安裝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在Wordpress也會發生 如果你今天Wordpress玩很久了 你就會發現 有些軟體越裝越多的時候 會產生衝突的問題 那不過這個是有辦法解決的 那所以說網路行銷 除了要擁有傳統的行銷觀念之外 最大的門檻其實是在於 網路工具的學習和應用 哇 光是架設網站 就有那麼多要學的東西 而且這些都還只是基本功 那接下來呢 當你做好了網站之後 你要怎麼去行銷你的網站 你要怎麼去大量曝光你的網站 還有怎麼去收集客戶的資料 然後怎麼去跟進你的客戶 然後怎麼和客戶建立關係 這些都是網路行銷必須長久努力的重點 好吧 那我就只好繼續學習 那之後呢 我們還會慢慢來講到 有很多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還有網路行銷的一些方法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透過這些影片的介紹 可以讓你了解 其實有很多東西 並不是一觸可擊的 你不要相信外面說什麼速成班 一天或一個下午就教你學會網路行銷 這是不可能的嘛 你想一想也知道啊 你架一個網站 一天就要架好嗎 那不可能啊 你了不起一天知道觀念 那已經很好了 你知道觀念之後你要實作 你實作怎麼可能一個下午一天 那不可能啊 你光是觀念要釐清之後再去實作 然後再把網站架出來 然後你還去導流量 然後剛剛講的那些步驟 其實如果你願意學習的話 你花個一年的時間 其實不會過啦 一年的時間你慢慢把這些東西學會 那你會發現 哎呀原來 原來網路行銷還是必須學會這些步驟 那有了這些步驟之後再去 假設你之前就是一個行銷的高手 或是你有從事過一些行銷工作的話 那你會加輕就熟 你會知道說 哦原來我實體的動作 譬如說我要舉辦什麼活動 我搬到網路上來做的話 我需要什麼樣的工具 你就會比較清楚的知道 我必須要找到什麼工具 是符合你使用的 好那之後呢 也希望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影片介紹 讓大家可以一起學習 我們一起研究 謝謝大家